出生八個月大的小男嬰 是爸爸媽媽的心頭肉 夫妻結婚三年 一計畫生下小孩 媽媽產後還請了育嬰假 直到小孩八個月大 才送到託嬰中心 沒想到竟然遭到保姆不當照顧致死 民眾聽到消息 氣憤不已 今年3月10號上午9點多 小男嬰因為感冒哭鬧 保姆當時竟然猛拍小男嬰的背 隨後用50公斤的體重 將男嬰按趴在地板 再用自己的右腿壓住男嬰的頭跟肩膀 時間長達4分鐘 中午12點54分 保姆喂完小孩感冒药跟牛奶 開始寫幼兒成長紀錄簿 但是男嬰不斷哭鬧 保姆把小男嬰拉過來 用左腳壓住男嬰的頭肩 時間長達11分鐘 期間他還跟另一名保姆聊天 直到下午2點15分 保姆發現男嬰脸色發黑 趕緊為他進行心肺復蘇 並且送醫 但男嬰還是窒息死亡 而從中午12點54分 一直到下午2點15分 兩名保姆都沒發現 男嬰已經沒有動靜 疑似疏於照顧 而且當保姆在壓住男嬰的時候 另一名保姆同事 也沒有上前制止 兩個人都被依過失致死罪起訴 最重可判處5年徒刑 就尊重司法的調查 因為現在已經整個都進入司法程序了啊 家長好像有跟我們求償1000萬是不是 嗯 我不清楚咧 很好啊 很好啊 對啊 你小朋友多大呢 我給他照顧一年多了 快兩年了 快兩年 那他們都照顧得很好 對啊 其實傳出不幸的消息 還是有家長相信拖嬰中心的品質 陸續把小孩送到這裡 而小男嬰的家長相當悲憤 質疑保姆的行為根本是蓄意的 他們直到現在都還常常夢見小孩 回來靠在他們肩膀上撒嬌 雖然家長上拖嬰中心求償1000萬 但他們寧可用這筆錢 換回活蹦亂跳的心肝寶貝 記者韓志鮮紅總銀台中報導